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雄 来人 快来人 都没 来人 有没有人 快来人 怎么了 你在闯到什么呢 有 有妖怪 人家房里面有妖怪 好可怕 胡说什么呀 怎么可能有妖怪 敢在我临家宝座来 真的 就 就 就在照顾家房进来 真的有妖怪 什么 一个半仁半舌的妖怪 就在这里面 老妹怎么了 管家 我爹呢 大师姐 老爷今日不在府内 表哥 你快带他们 召集临家宝弟子 多拿些活把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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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儿 小姐 等一下 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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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儿 灵儿 你在哪儿 灵儿 灵儿被蛇妖抓走了 不会的 我叫人再找找 也许是为了躲蛇妖 逃出房间了 表妹 原哥 怎么样了 蛇妖呢 表哥 你将所有人去找 城里找不到城外找 就算找遍整个苏州城 也要把灵儿找回来 好 东梅 妖怪是怎么进来的 奴婢正要回房 路过赵姑娘门外 突然 我突然听到了赵姑娘惨叫 我就急忙赶进来查看 我就看到 我看到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床上有只蛇妖 那蛇妖 好像是 是赵姑娘 是赵姑娘 你胡说 东梅 这可不能乱说 赵姑娘怎么会是蛇妖呢 我没有乱说 那蛇妖的上面身是人身 我看到那蛇妖的脸 那面貌好像 住口 你胡言乱语无赖灵儿 甚何用意 东梅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欺瞒小姐 对啊 你同我一起进来的 你说 不好 美儿怎么可能是蛇妖 一定是引龙库的蛇妖前来报复 把梅妖抓走了 李生 李小妖 两位 小姐 快就通知遗仗 快快快 快快快